天气炎热,没有食欲 这期呢,为大家分享这道美食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丝瓜烧粽 文美好,从树上刚摘下来的三根丝瓜 豆腐一块,送着鸡蛋 先把三根丝瓜处理一下 首先呢,把三根丝瓜去掉漂亮的外衣 丝瓜简单的改一下刀 切成小一些的滚刀块 切好的丝瓜放入一旁备用 豆腐直接改刀切成片 也可以把豆腐切成条,切成块都可以 豆腐在切片的时候不要切得太薄 太薄的话煮的时候容易碎 把切好的豆腐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些少许的小料 葱花和切好的小姜片 提前打好四个亩鸡蛋 鸡蛋打好之后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把鸡蛋打散 让蛋清和蛋黄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起锅烧油 锅烧热之后锅内放入少许的油 先把锅充分的润一下 润好锅之后 把锅中多余的油倒出 这个时候再把打好的鸡蛋 倒入锅中煎鸡蛋饼 把火后调至中小火慢慢的煎 让锅内的蛋液慢慢的凝固 等到鸡蛋饼的边缘能够轻松的接起 再把鸡蛋饼的两端向中间叠加一下 再把鸡蛋饼翻至另一面 煎制一下就可以了 把煎好的鸡蛋饼改刀 切成菱形块 锅内放入少许的油 油烧热之后 把准备好的小料 葱花和姜片放入锅中炒香 紧接着再把该要到的丝瓜 倒入锅中继续的翻炒 开大火翻炒几下之后 即可加入水 可以直接加入热开水 加水的量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 喜欢喝汤的话可以多加一些 再把准备好的豆腐和鸡蛋饼 全部的倒入锅中一起炖制 食材全部倒入锅中之后 要把火候调至最大 这样炖出来的汤才比较浓 比较鲜香 有条件的朋友最好找一个锅盖盖上 随着锅中温度不断的升高 锅中的鸡蛋糕慢慢的涨起来 打开锅盖之后开始调味 这个时候的汤已经慢慢的变浓了 调味只需要放入少许的盐 少许的鸡精提鲜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白糖提鲜 那么这道非常好吃的丝瓜炖豆腐就做好了 非常好吃的一道家常菜 我们在家中也可以做出来 赶快动手试着做一下吧 喜欢请记得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支持